大家好 这个影片是要跟大家介绍微分方程式 微分方程式可能你们以前高中没有介绍过这个东西 我们到大学在工程科系 一定要学会微分方程式 各位是避免不了的 首先它的英文名字叫做Differential Equation 各位之前在高中的时候 或多或少都有解过方程式 高中大概就是讲过一元一次 一元二次方程式 或者是说连历方程式 然后这个方什么叫做方程式 Equation Equation其实顾名思义 Equation它就是说位置数 这个位置数和数字之间的关系 如果这个关系是等式的话 这个式就叫做Equation 像这个第一个Y加1等于0 它就是描述位置数Y跟1跟0之间的关系 然后这关系是等式 所以这个叫做方程式 然后这个是连历方程式 这个中间就是连历方程式 然后最后这个是一元二次方程式 它就是描述位置数Y Y平方还有2Y还有3还有0之间的关系 然后这边都有等 然后呢 他们关系是等号 所以这也是一个方程式 然后中间这个就是X跟Y还有2跟0之间的关系 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然后他们彼此之间互相有关系 然后这关系都是等式 所以这些东西 这就是你高中学过的 这些东西都叫做equation 那我们在大学在工程科学里面 你们就要学到这叫做Differential Equation 微分方程式 那什么是微分方程式呢 这个我们现在来看 微分方程式就是方程式里面微分项 就叫做Differential Equation 我们一个切开来看 我们先切这一块好了 先切这一块好了 OK 这方程式里面微分项 就叫做微分方程式 所以我们这边第一个来看 这边是Y的一撇 Y的一撇 相信大家学过为积分之道 Y的一撇是指Y的一阶微分的意思 这个Y的一阶微分还有6Y 还有这个Exponential-X这个函数之间的关系 然后这关系彼此之间的关系是用等号来处理 OK 然后这个就是呢 这个叫做方程式 这是方程式 然后这方程式里面有微分项 那就是微分方程式 然后下面这个比较复杂一点 那下面这个也是一样 Y打两倍 这个各位微积分 我学过Y打两倍 就是Y的二阶微分 这Y的二阶微分 还有Y的一阶微分 还有12倍的Y 还有0 之间的关系呢 是之间的关系是用等号 这是等号 OK 所以这是方程式 然后这方程式里面有微分项 然后下面这个比较复杂一点 然后下面这个比较复杂一点 这边是X一阶微分 加Y的一阶微分 等于3X加2Y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方程式 方程式里面有微分项 就叫做微分方程式 就叫做微分方程式 OK 然后这个微分方程式呢 我们可以分 还有一些分类 有些名词 要跟各位解释 微分方程式呢 我们有分做ode ode 呢 有分做ode ode 还有分做 pde ok pde pd 下方这什么东西 这我们等下会讲 ok 有分ode 跟pd 这个o呢 就是ordinary的意思 这个o就是ordinary的意思 ordinary 然后呢 这个de呢 就是differential equation的意思 那这pd里面呢 这个就是partial partial的意思 ok 这微分方程式呢 在最大的概念上可以分两大类 叫做ode 跟pd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跟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那我们的工程数学一呢 主要是学这个公数一 公数一呢 主要是学ode ode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那你们之后呢 在下个在之后的学期呢 公数二呢 是修这个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主要是要解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那我们公数一的目标就是要教各位怎么怎么会解这个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那你就是说ode跟pd的这个分类呢 这个分类呢 这个分类是是怎么样分类 是很简单 这个ode的话呢 就是你的位置数呢 就是就是位置数 这个位置数啊 这个位置数啊 这个位置数是一个单变数函数啊 位置数是一个单变数函数 就像比如说这边啊 我这边y呢 就是y就是x的函数 像这边我这边所写的东西 y是y y是x的函数 ok 所以y的一阶微分就是对y 就是完全就对y做微分而已 那y的二阶微分就是对x做二阶微分而已 ok 我这边所写的里面所有的y啊 所有的x啊 都是他都是单变数函数 单变数函数 单变数函数 那这个 然后这个 然后这些微分方程式呢 然后它的位置数呢 又是单变数函数 这几个东西都称作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ODE 那什么是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呢 这个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也是一个微分方程式 就像画面下方这三个 画面下方这三个 这三个 也都是微分方程式 这是方程式里面有微分项 就叫做微分方程式 ok 就叫做微分方程式 那你会发现呢 它微分项呢 好像不是写成这个D 这个微分项呢 是写成这个Partial Derivative 就叫偏微分的符号 那这偏微分呢 这个应该你微积分的应该是要知道 因为大家微积分都修过了 应该知道这个偏微分的符号 Partial Derivative 那为什么 这边这个微分方程式 它会写成这个Partial Derivative 那是因为呢 在这个PDE里面呢 这个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里面 你的这个位置函数 位置函数通常都是多变数函数 多变数函数 我记一下 这叫多变数函数 那我这边呢 就是 就是 就是只有 然后我这边呢 就是只有用这个 这个U呢 就是XY函数 我就是只有用双变数函数 当作例子 OK 那双变数函数 就是一种多变数函数 那你要写XYZ 那你都可以 反正这边要表达 说呢 这个U呢 是一个多变数函数 那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这位置函数 就是一个单变数函数 单变数 函数函数 OK 单变数函数 OK OK 所以呢 你这个微分方程式呢 就是方程式里面有微分项 这就是微分方程式 然后这个大体上 可以分成这个ODE跟PDE 那ODE跟PDE的分类 就是说呢 就是你的位置函数呢 你的微分方程式里面的位置函数 如果是单变数函数呢 就叫做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那你这个微分方程式里面 你的位置函数呢 如果是多变数函数呢 那叫做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OK 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分类啦 OK 希望大家 对这个名词呢 有个概念 OK OK 因为这个ODE呢 这个ODE呢 这个东西呢 是大家以前高中没有学过的 OK 好的 那这个 然后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稍微提一下 这各位以前呢 高中解出来的方程式啊 这个高中以前解出来的方程式啊 OK 比如说呢 我们看画面左边 这三个你们以前 你们以前方程式啊 这个方程式比如说 Y加1等于0呢 它的解是什么呢 它的解是什么 Y等于-1 OK 那你这个连理方程式 中间这个连理方程式的解是多少呢 解是多少呢 解是多少呢 是X等于1 Y等于1 那在下面这个 这个 Y平方加2Y-3等于0 它的解是多少呢 它的解是Y等于1 或者是-3 这个 我当以前你们在高中的时候啊 把它切一下 切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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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切过来 OK 这个我以前在高中的 学这个解方程式的时候呢 通常啊 你们解出来的方程式的这个解啊 都是一个数字 解是一个数字 解都是一个数字 它的解是一个数字 解是一个数字 解是一个数字 诶 我应该是解 它的解呢 它都是一个数字 Number OK OK 那我们在这个 比如说 那我们在这个 我们在大学里面开始学这个 Differential Equation Differential Equation 不管你是ODE 或者是你的PDE 不管你是ODPDE 你的解呢 是什么 解是一个函数 你的解是一个函数 OK 这是很大的不同哦 OK 所以你呢 你在解Differential Equation的时候 你通常你的解出来的解 都是一个函数 那你这个PDE的解呢 你的解呢 也是一个函数 你最后的解是一个函数 你最后的解是一个函数 函数呢 就很难了 比如说高中的话 那个解啊 你可以带一个数字进去 抽一抽看 甚至可以猜答案 就是数字可以带进去哦 但是在高中 你解是一个函数 你就没办法乱猜了 就真的要学会怎么把它解出来哦 OK 好的 这个是第一个第一段影片跟大家讲 什么叫做Differential Equation OK Differential Equation就是方程式里面 微分项 OK 就是叫做Differential Equation 然后Differential Equation呢 大致上分在两大类ODE跟PDE 那ODE呢 里面就是说呢 你的位置函数是一个单变数函数 那如果是PDE呢 你的位置函数就是一个多变数函数 那我们在这个 那我们在这个大一的这个 哎不是大一啊 我们在这个工程数学一里面 我们主要是要学怎么解这个 解这个 解这个P 抱歉 解这个ODE OK 那PDE呢 是工程数学二的重头系啦 OK 那个就是以后你们 你们在你们在在在下个学期 你们下一个学期 你们再再去转眼吧 我们这个学期呢 转眼什么叫做ODE 这个应该怎么教你解ODE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OK 好的 这个就是这样子啦 OK 好的 那这个影片呢 就先介绍到这边啊 那剩下一些关于Differential Equation的 的名词呢 我们后之后的影片呢 我们再慢慢跟大家解说 OK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了 好的 OK 然后切掉啦 OK 拜拜